中超苏宁1比1战平9人鲁能,谢鹏飞破门带领绝评,北京时间19点35分,2019年中超联赛第27轮,江苏苏宁队主场1比1山东鲁能。 第23分钟,桑蒂尼前场中路得球后携塞左路,无锡插上行程单刀,刘军帅从身后上抢将无锡半倒,主裁判直接向刘军帅出示红牌将其法下。 第25分钟,苏宁队获得前场左路任意球,吉祥主罚直接打门,被韩荣泽扑了下击中左侧门柱弹出。 第50分钟,无锡前场中路挑传进区左侧,谢鹏飞强点甩头攻门破网。 1-0,苏宁队主场取得领先。 第63分钟,苏宁队前场左路送出直赛,谢鹏飞插上进区左侧底线附近小角度打门,被韩荣泽封堵没收。 全场捕失最后一分钟,吴兴寒前场左路传中到禁区中路,带领高高跃起投球破门。 1-1,鲁能队将比分扳平,角球比3-1,任意球比13-12。 2-2,苏宁队局择平,角球比2-6。 感谢观看